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要和大家講一下羅冠聰 最近香港民主委員會HKDC 在網上的社交平台發表一份聲明 要和羅冠聰割席 說羅冠聰不會再以任何身份任職於HKDC 其實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 羅冠聰和黃圈手足早已有分歧 網上有很多流傳說 羅冠聰的私生活不單止荒唐 還很荒淫地說 經常持著自己在黃圈的地位崇高 和勢力龐大 就自以為很多人養母他 其實每個皇友都不喜歡他 說他做事懶散效率很低 當然還沒有責任感 所以令到很多皇友都不信任他 最近他的性醜聞傳聞 罵到熱烘烘 不單止有說他非禮 甚至是性侵多名女性 最爆的就是在2018年 他去比利時外訪市 傳聞他性侵了當時的助理湯可營 其後也有網上留言指 羅冠聰對黃台仰的前女友 和香港眾志成員尹恩怡做出一些不道德行為 甚至有傳聞他們有不正常的關係 更是背著他當時的女朋友 袁家衛去偷食等等網上留言 但是這麼多性醜聞的人 竟然還可以認識到新女朋友 究竟是男方太特別?吸引到女方? 還是女方的眼光太獨到? 或者他們真是臭味傷頭? 首先介紹一下羅冠聰的新台灣女朋友 看回網上的資料 他的名字叫做林薇 出身在台灣宜蘭羅東 在英國愛丁堡大學畢業之後 就踏上所謂社運之路 倡議多個議題 這個議題都頗特別 大家聽著 就是所謂的月經平權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我就沒有聽過 還有性別平等 人團議題等等 他還創立了所謂的平權組織 小紅舞 with red 說要在台灣和全球倡議 月經平權 推動消除月經貧窮和污名 他不單止創立組織 還在台灣地區和國際 拿過幾個不知從哪裡來的獎項 包括所謂的傑出青年獎 人道主義獎等等 不過為什麼一個這麼努力爭取 女性權益的女權主義者 竟然會和一個被懷疑是性罪犯的人 一起呢? 自從2020年羅冠聰潛逃英國 而英國最近爆發13年來 最大規模的暴亂 正當英國警方強力執法 大舉拘捕暴徒之際 他只是發文聲稱自己和伴侶 要好好地向前邁進 往更高更遠的風景出發 又說 在困難的時間 有伴侶在身邊一起支持他 更加高調宣佈和台妹 臨微拍拖 帶了合照 放閃 羅冠聰愛得這麼高調 我想臨微 都應該被他的花言下語 迷惑了 才會看不到 他其實 有機會是 所謂的人面獸心 再加上 羅冠聰一直都以民主鬥士的形象 來包裝自己 可謂 只要你不尷尬 尷尬的就是別人 羅冠聰對臨微的愛 表面上看起來 好像很熱誓 但可能背後 其實是利用著他 是有目的才去追臨微的 眼見自己在香港 已經成為國安通緝犯 是過街老鼠一隻 所以想黏在台灣 這麼有名氣的臨微那裏 想借著女方的知名度 繼續維持自己 在黃圈的地位和影響力 不過 他們其實 都可能是 臭味傷頭的 才會是蛇鼠一窝 辭聰明 曾經在社交平台 發表過抹黑國安法 香港政府的言論 他引述羅冠聰 在愛丁埔大學 演講時的結語 俄稱 香港特區政府 是極權者 由以禁地這兩個字 來形容香港 試圖破壞香港形象 看來 他們可能 是同聲同氣 臭味傷頭 才會是蛇鼠一窝 作為一名所謂的現代化女性 還要是一名努力爭取所謂女性權益的公眾人物 當她有朝一日突然醒覺自己的枕邊人 原來是一個面目真靈 或者有機會是人面獸心的渣男 究竟她是甚麼心情 林薇會選擇繼續跟羅冠聰 繼續一起 還是像HKDC那樣立刻割蓄呢 其實不理甚麼政治立場 性侵都是屬於違法的人為 天理不容 現在羅冠聰的同路人都聞到些落味 很明顯是有QK 我奉勸一下這位小姐和所有女性 應該堅定地表態 所謂女性的戰緣 向性騷擾、性侵四路 好,今天的時間就到此為止 請大家訂閱大衛Sir的頻道 和天璣的頻道 多謝大家 拜拜